大家好,我是无情小美妞,带您两分钟看完《隐秘而伟》第48集,眼下家里再偏一位警察,顾家老两口格外欢迎,喜笑颜开,唯独顾耀东神色如常,沉默地收拾着书本和衣物,准备搬到亭子屋住,两个昔日好友坐在房间里,拘警且疏离,即便聊起赵母也是源于无话可说,顾耀东巧妙避开关于夏季城的问题,继而谈及那句不忘年轻时的梦想,也希望赵志勇不忘初衷,隔日大早,顾家灶台燃起来, 连带米香四溢,因为赵志勇的到来,一家人极为热情,连忙拿出鸭箱大米招待,顾母也将自家女婿,从南洋带来的未要交给赵志勇,顺便递上两捆金人券,虽然钱不多,但好歹是聊表心意,赵志勇见此深受感动,同时也为自己的心怀鬼胎而不齿,他是中版名藏在顾家的利刃,随时都会龌龊地捅出去,使得满屋幸福之力破碎,没没想到这里,赵志勇几乎无言面对顾家,于是决定提交价条回事, 恳请中版名应询他人监视顾耀东,然而中版名并未进行挽留,竟从抽屉拿出一封信函,表面洋装对戏内容毫不知情,更是淡然地看着赵志勇表情起变,最终因为赵母病情恶化,被迫接受这份,可以凑足三个月薪水的任务,眼见赵志勇失魂落魄地走出办公室,中版名面露讥讽,抽屉里还有好几封赵母写给儿子的信件, 可惜借被他扣下,这些信件饱含母亲的思念,同样是中版名用来牵制赵志勇的筹码,闲二处闲来无事,同僚们又是插科打混的一天,顾耀东主动约孔科长下棋,偌大的户籍科里,不仅想起棋子落板的声音,还有孔科长发自内心的感慨,外人皆知当今时局不稳,孔科长更是名言论证,认定将来必然是共党的天下, 顾耀东提前回家,再小心翼翼地贴到证件本上,顾耀东久久凝视,从未想过终有一日会亲手为他制作证件,隐心埋名,赵志勇拎着大米重回福安弄理,正直暮色降垂,他见顾耀东急匆匆出门,赶忙带着假扮鞋匠,菜饭的便衣警察悄悄跟去,16铺码头的黑室内,顾耀东穿梭在众多摊贩之间,直至停在一处干果摊前,用几张美金与小贩进行交易,接过长方形的纸盒,赵志勇等顾耀东 离开,便从小贩口中得西顾耀东私下购买黄案粉,经过反复纠结,最终在两名便衣警察的目光下,拨通钟摆明变化,告知实情,几辆警车停在金门饭店外,钟摆明率先走下车,率领警员声势浩大的闯进夏季城房间,即便面对这般阵势,钟摆明先领后兵,而是普通的爱九条,赤裸上身,仍未找到任何伤口痕迹,警员们见此情形,连忙时去的后退,夏季城一掌打向赵志勇,目光却紧盯着钟摆车 甚至十分大度的,送给他一本圣女贞德,里面有两处关于悲剧的戏码,几万念据会抑或愁愁满志,钟摆明带人突袭夏监察官的消息不禁而走,整个警局上下皆有所闻,齐声平默默等待着两虎相争的结果,立马喜笑颜开的重新挂上字画,数十辆宪兵队的卡车和吉普车停在警局大楼外,几十名鹤枪实弹的宪兵包围大厅,当场按住钟摆明,掀下他随身配枪,众人接至宪兵和警察力来纷争不断 前几年就有京都大戏院警线火拼血案,所以大家也是避而远之,尽量减少麻烦,正当所有警员争相为官不敢上前,倒是齐声平主动开口,假装替钟摆明说情,甚至在齐离开后,吩咐石堂加婚犒赏警局上下,夏季城气势凌人帝朝外走去,临上车前朝钟摆明狂揍两拳,随即跳上吉普车,扬长而去,钟摆明只能忍受这份屈辱,紧接被宪兵押上车离开,等待司令部的处置,与此同时, 顾耀东带着警纬行动队冲进废弃工厂实施营救,他背着沈清禾走出大门,迎着金黄色的夕阳朝前跑去,离开那阴暗的肮脏之地,警纬两辆火车一前一后,行驶在开阔的郊外路上,沈清禾与顾耀东站在车旁,感受着劫后余生的平静,还要迎接着即将分别的不舍,沉默许久后,顾耀东拿出沈清禾平时藏在床底的小箱子钥匙,连带那本新政件一同交给沈清禾,从现在到将来,还有无数个 漫长岁月,夏季城坐在轿车里,看着车窗外互相拥抱的一对男女,笑得百感焦急,送别沈清禾,顾耀东独自步行回家,他来到门口恰好听见父母正在商讨办婚事,老两口尚未有所察觉,还在叽叽喳喳憧憬着未来,赵志勇站在胡同拐角,望着顾耀东落寞转身,视若无睹地从他旁边走过,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。